王升文設計師所帶領的團隊 是經濟部登記有安的設計公司 林友裝修許可登記 空間的設計以顧客的想法為主軸 創造出既美觀又不失實用的居住環境 其實呢我每次到一個新的居家空間 我要採訪的時候 我最喜歡聽的應該就是 當初這個風格跟空間當中是誰決定的 有時候可能是男主人 有時候是女主人 有時候是全家人 但是我也想說 不可能每個人想法都一樣嘛 是 因此我覺得今天如果要電視機前輩觀眾朋友 男女主人對風格想法不一樣 要看看王設計師怎麼做的 是 在這次的設計啊 對我們來說也是一種創新的挑戰 他們兩個喜歡的東西是決然不同的 像男主人他喜歡的是一些低調奢華的東西 那女主人喜歡一些簡單素雅 大方的東西 所以在每一次討論的過程中啊 那就是互相彼此交換一些意見 那來去達到兩種不同風格 要能包容這兩種不同風格 那達到一定的平衡 像男主人喜歡的低調風格 像我們就用了一個水晶燈 那水晶燈它屬於比較強烈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其他素材間啊 就是用的比較消光 去緩和一下那種對比 如果水晶燈再配不消光 就完全騙男主人了嘛 是 對不對 那剛才我也稍微了解了一下 今天這個房子40出頭坪 然後它的這個四房之外 還多了一間很棒的專屬更衣室 是 這樣子的空間其實用起來很 我覺得很夠用 不過最特別的是你很會在最適合的地方 放它最應該的空間 比方說素房 是 像素房我們設計在前陽台的部分啊 就是要它的自然採光 那因為是在頂樓 所以說它的頸可以調望遠處 這個頸這個感覺 那像在客廳的部分 我們就是讓它整體搭配起來 較為穩重卷約的風格 那像在餐廳 餐廳的部分 我們就採用了很多女主人喜愛的東西 那用一些木皮跟鐵劍 那這是比較特別的搭配 那小孩房我們的顏色就用的比較大膽 在衣櫃的門片上面 我們就用桃紅跟青蘋果的綠色 去做個強烈對比活潑的感覺 那主臥室呢 就去符合男主人他希望的低調奢華 所以我們用了很多強烈的線條感的圖騰 線條感 是 跟一些不一樣的圖形去做穿插 我想今天這個空間真的很適合 如果一家人當中 每個人喜歡的風格不一樣 訴求不同 我們來看看要怎麼樣 很巧妙的融在同一個空間裡 所以王設計師 玄關開始囉 OK 攤開這個空間的平面圖一看喔 其實他玄關的門一推開來的時候 本來的原始平面是沒有這個區塊 玄關的區塊 是 是我們幫他們做的 是 我們在進門處這一塊啊 原本是沒有玄關的規劃 那於是我們在這個區塊 我們就做了一個玄關 那這個玄關櫃除了說 可以做一個展示空間以外 兩側的部分 我們是作為鞋櫃的收納 那在這個玄關櫃的後面背牆 也是製造出另外一個端頸 色系的部分的選擇 是偏男主人和女主人 色系的部分是男女主人希望說 回來家中 是能創造出一個放鬆的那個氛圍 所以說我們用簡約白色系列 讓人家一進門就看 是一個白色 就比較有放鬆的心情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就算即使這個玄關區塊規劃出來 它的空間也還是左右兩邊都是寬敞 然後是很舒服的一個走動的動線 是 那接下來要大膽猜測一下 進門玄關的這個鏡面的部分 絕對是否男主人的啦 不管是在材質跟你的那個色系上面 肯定是低調色華喜歡的啊 是 男主人當初有特別的要求 希望在用一個象形的圖騰 來代表家庭觀念 於是我們在茶鏡上面用了一個 噴沙的效果 鹿形 嗯 那之所以會用鹿的原因是鹿 鹿讓人家代表是溫和的 嗯 所以說我們就用鹿形的圖騰來代表 那像它鹿角的大幅度延伸啊 是更象徵男主人對家庭的照顧 所以大鹿角那一隻應該是男主人本身 下面有一隻中型的加兩隻小型的 是 就是他的太太跟兩位小孩 他小朋友 是 OK 剛才我也跟王設計師聊了一下 今天這個空間當中的工期不到三個月嘛 是 洞的這個工程的部分 除了沙發背牆之外 另外一個大工程應該算是今天地平的部分了 是 我們剛剛講到玄關 在玄關的地方 地平的部分 我們用了一個大理石拼花 來增加這個玄關的獨立性 這也是當初女主人刻意性要 我們把每個區塊都有它的獨特性質 OK 所以地平雖然材質是一樣的 可是這一塊的區塊就很清楚的框出來了 是 接下來我們看到一個家的設計 重點就是電視主牆 那今天這個重點只有一個 可是你要怎麼去兼顧 男主人跟女主人各自不同的喜好 對 男女主人他們當初有特別要求 就是說希望在家中能創造出一個 讓人比較放鬆的感覺 於是我們在電視主牆面 我們先用了一個木化石石材 那這木化石石材呢 它能比較讓人感到放鬆的情緒 穩定情緒的這個功效 那至於上下黑玻璃呢 就是符合男主人希望的低調奢華 來做跟水晶燈做一個搭配 那木化石因為它又是消光 也是跟水晶燈能夠達到一定的平衡 對 所以那我覺得你上下用這個 黑色烤漆玻璃也還不賴 因為當我電視都不開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還蠻有那個 就是一個相呼應 整體性 而且如果你的木化石變成是亮面的話 可能就又太... 跟水晶燈又會有衝突 對 我就太偏所謂男主人要的了 是 OK 這樣的設計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既可以滿足男生又可以滿足女生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你的電視主牆 它是沿著書�一路過去的對不對 是 那在書櫃的部分呢 就是去符合達到女主人的要求 那女主人希望簡單大方的設計 所以我們在木櫃的木皮 鋼刷木皮上面沒有做挑選大紋路的木皮 那所謂用細紋路的木皮 但是它是鋼刷 那會呈現出立體感 觸感很好 觸感很好 就是有立體的觸感 而且我發現你做得好厚好扎實 我喜歡 是 那就是要呈現大方的感覺 大氣 那在隔板部分我們採用了玻璃 那因為玻璃是增加它的通透性 不會像傳統的用木頭隔板 那這樣就會比較封閉式 而且會比較重 是 那這樣感覺還蠻輕的 對對對 那這一路帶過去就剛好 書櫃過去就是書房 書房的位置 所以大家也可以了解說 為什麼我們會把一個書櫃放在這個位置 因為它離書房的動線 它是最近的 是 我在這邊看到你用了兩條 比較細線條的鐵件 這細線條鐵件也是要呼應 就是男主人喜歡的 就是比較低調一點 然後比較陽剛一點的東西 金屬的東西 所以我相信 你在選材的時候一定是趁金趁兩 好 這邊顧一點 那邊的材質也要進來一點 是 達到兩者的平衡 OK 另外一個讓我想到 是今天這對夫妻超有意思的 他們的風格上面喜歡的是不一樣的 可是有一個意見相同的地方 就是在於他們認為家具都不想要成套 是 當初屋主在家具的時候 有特別強調 他們不希望是成套的 原因是因為會太過於自視 一進來整體空間就顯得不夠特別 可能什麼3 2 1之類的 是 或1 2 3 對 像我們在沙發就採用了兩種 不同的色系跟材質 像這組白色的皮革沙發 也是因為跟玄關櫃可以做一個相符印 那這亞麻的沙發 則是也是可以跟木座書牆做一個搭配 比較沉穩簡約的風格 OK 那在我們這邊也用了一個 深色的大黑色茶几 對 這個最主要的原因是要跟主牆面做一個搭配 電視牆面做一個搭配 所以你在選每個家具的時候 它跟你空間設計的一些牆面是有連結的 對不對 也是啦 因為如果用傳統1 2 3的那種 1加2加3制式的沙發 空間的那個獨特性就會不見了 好 那我剛剛也在強調說 今天這個房子它有兩個大洞格局的地方 我們已經看到你的地平全部把它換掉 就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工程 是 另外一個你拆了一道牆對不對 是 我們動的第二個比較大的地方 就是在沙發的這道背牆 原本是較為現代的牆面突出60公分 等一下 我看一下 你是說大概到這個柱子這邊對不對 是 那我們向後退了60公分呢 也是因為要讓客廳整個眾生變長 那這個角度剛好跟電視牆比較符合這個 電視牆這個角度 這個距離也是對的 這個距離 是 那在牆面的部分我們開了一個玻璃窗 那是增加整體從客廳往合適方面看過去的通透性 對 那在合適的這道牆面 我們在玻璃窗的旁邊進出門的地方 我們用了格柵式的方法來去表現 增加這道牆面的豐富感 其實真的 因為我剛本來想進去 是 我不知道從哪裡 我還左右滑 事實上它是在你的那個格柵縫裡面 用推的就可以進去了 是 它是一個隱藏門設計 OK OK 所以屋主當初想進出合適的時候 不想要很置試的門的感覺 對 重點就是要有特色 好 那合適的功能呢 那我們在合適做了一個功能性的升降桌 平時男女主人如果說有客人來 可以當成客房使用 其他時間也可以將升降桌升起 那就是朋友聚會 我幫你講打個小麻將 是 所以尺寸就是尺寸上算好 而且你就是避開圓桌 方桌其實也比較適合麻將桌的尺寸 是 接著我們要進入這個空間呢 我覺得應該就是以女主人為主了吧 畢竟她待在這個地方的時間比較長 餐廚區 是 餐廳跟廚房啊 確實是女性的一個最主要的地方 所以在這裡我們加了很多女主人的 想要的素材跟元素在裡頭 好比我們在看餐廳的主牆面 我們就用了文化石 因為文化石它立體感夠特別 那一路延伸到小孩的 這個隱藏門的門片上 所以小孩方的房門也隱藏在這裡面 是 那另外在這牆面 旁邊我們就用一個 黑色的部分來做 是強調文化石牆的存在感 旁邊如果顏色淡掉一點 我可能就翹不太出來了 是 所以說這顏色用的比較挑一點 那這個黑色又跟我們後方廚房這個鐵鍵拉門 做一個相呼應 是 當初我有看了格局平面圖 這邊本來是開放式的廚房嗎 是 因為開放式的廚房 那畢竟如果廚房會有油煙 那也是避開油煙的這個功能 OK 好所以這個顏色的搭配跟你身後拉門有關係 是 那這個我在猜 這種比較圓木啦 比較那種粗曠的那種觸感的材質 應該也是要跟主人喜歡的書櫃有關係 是我們可以在這個角度 用了這一木頭 那用的跟書櫃是同系列的木皮 那因為這樣看過去就是比較整體性 所以你說這個角落 這個角落 剛好看過去跟書櫃 OK有一個整體性嗎 是 其實我還蠻喜歡她這一個餐廚區的空間 因為我覺得很溫馨 包含像我身後的這個櫃體 我都覺得 她是女主人喜歡那種比較自然啊 比較自然啊 比較休閒的感覺 是 在這個木櫃也是啊 我們在這個木櫃上面 特別跟鐵線去做搭配 因為鐵線比較陽剛 對 那再加上我們這一套的餐桌 一樣就也要帶一點符合男主人的需求 就比較一些線條感啊 低調的奢華 皮革的部分 皮革的部分 OK 我覺得你真的選東西的時候應該煞費苦心 你看這原木要符合女主人愛的 像這種烤漆玻璃又要符合男主人想要的 是 所以 秤金秤兩都是放在你的設計天平上去想的 是 OK 那廚房的部分呢 這是個舒服的廚房 在廚房部分 像我們在琉璃台的部分啊 就顛覆了傳統 像 一般琉璃台上面的玻璃就是用單色系的烤漆玻璃 就讓它方便清潔 對 那這次不同的是 我們在那個區塊刻意加了一個造型板 那外附還是一塊玻璃 那在清潔上一樣是好操作 可是增加整體廚房的 那種美觀啊 我覺得門都打開的時候 看那個廚房還真的蠻好看的 對 它也是可以透過我們的鐵線拉門 做 製造出另外一個短節的感覺 所以基本上我的清潔都是沒有問題的 我都包在我一塊玻璃的後面了對不對 好 那女主人當初有說她想要吧台 可是你給她的吧台 還蠻跳脫 我認為你會給她的吧台 我們的吧台就設計在廚房裡面 就設在一個小的區塊 那用一個小吊燈來去營造那個氣氛 那女主人啊 可以泡個咖啡坐在那邊 閱讀一些書籍類的東西 所以一般人 如果你還是認為 八台要可能是中導型 或是可能橫在廚房的正中間 我覺得 倒不如考慮這個做法 推到窗邊 是 不會妨礙到 中間的使用空間 擺個花啦 你看你的燈這樣子擺下去 這個畫面看起來就好舒服喔 是 現在來到主臥室的部分 我想跟大家先分享一個我喜歡的地方 就是她主臥門進來 其實並沒有直接看到床頭 可是你給了我一道短牆 我很喜歡這樣的設計耶 這一段的原因是因為 所以最主要是讓人進門進來 不要直接指示到在休息的人 那讓在休息的人 比較有一個安全感 那有一個內外的感覺 這樣真的蠻棒 以前我看到人家這樣做 多半是為了風水 是 可是這次不是 可是空間做起來 我喜歡那種安全感 是 好 那這個主臥室是 男主人的需求多 還是女主人要求的 主臥室是男主人的需求多 喔 真的嗎 因為男主人特別希望說 在房間裡面呈現一些 比較有線條感 強烈一點的線條感 於是我們在 從頭牆的部分 跟電視牆 還有衣櫃的門片上面 就用了線條的圖騰 那在窗簾 跟這個短牆的部分 我們就用 比較圓滑的東西 去跟線條做一個搭配 它就是直的線條 跟一些圓的東西 圓的東西 對 OK 好 可是我剛剛逛了一圈 有個問題要問你一下 只有你身後的這個衣� 有收納對不對 這個空間是這樣 那在這個整體的空間 40屏的空間裡面 其實我們規劃了正四房以外 四房 我們還獨立拉了一個更衣室的空間 它是第五房嗎 第五房 是 那有一個大型的L型衣櫃 那也有旋轉的置物欄 跟吊掛的方式並行 那在剩餘的牆面 我們就安置了兩個大的明鏡 除了說可以整理整體遺隆以外 那也是讓小朋友可以在那邊做跳舞 小朋友學跳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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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將來媽媽請人家來教瑜伽 那也是一個還不錯的空間 是 我覺得40屏在你的手裡規劃 真的看起來空間還滿大的耶 是 謝謝 其實我很喜歡今天書房的空間 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書房位置的規劃 跟外面的陽台做了一個完美的結合 讓以往可能只能夠重視功能性的書房 同時也兼顧了看書的時候抬頭往外看的視野 甚至是當我閱讀累了 也可以走到外面的小陽台休息一下 這個動線也幫我考慮進去 真的是一個舒服的設計 當然囉 書房空間令人眼睛為之亮那棵樹 它既有造型美感 置物功能 同時也跟外面陽台的綠衣做了一個很好的呼應 再配上動線最近的書櫃位置 我真的覺得這是一個令人喜愛的書房喔